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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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呢 包含了從產品的本身 那到延伸出來的識別形象 包裝 以及延伸在空間的氛圍 調性和陳列上 那在行銷上呢 文案的撰寫 廣告的一個訴求 以及客戶的體驗 都是構成品牌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而且相輔相成 缺一不可 那我們今天以設計的角度出發 去探討品牌的識別形象 包裝 以及空間的這個部分 我們先談到的是品牌跟識別形象的連續性 如何打造一個理想的品牌識別呢 有四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們可以做一些探討 在第一個方面 意義 每個人呢 對於自己的品牌 相信一定都有非常多的期許 那也希望自己的品牌 所有的優點呢 所有的優勢 都能呈現給消費者看 但其實 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關鍵因素是 我們需要集中重點 讓消費者呢 一次子 了解你的品牌最需要的一個重點的訴求 那集中重點呢 會讓品牌變得更容易被記憶 也變得更強大 那再來第二個點呢 是差異化 我們需要在競品中呢 找出 不一樣的一個目標訴求 那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的因素 再來第三點是連貫性 當我們打造出一個Logo的識別之後 在後續的應用 輔助圖形的延伸 包裝 以及空間的展現 都需要有一個一致的一個關聯性 那甚至是在我們網站上的說話的口吻 小編的語氣 都需要跟我們的品牌核心做一個連結 這樣子呢 可以讓消費者建立一個信任感 也讓客戶擁有對於這個品牌一致的一個體驗 那再來第四點是耐久性 品牌它需要與時俱進 一個好的品牌呢 它有可能延續到幾十年 甚至一個世紀之久 因此呢 在這個過程的變遷中呢 我們要如何保有品牌 跟時代的潮油能夠接軌 因此呢 在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 我們在品牌重整的過程中呢 需要保持品牌原本的調性 就是它的中心思想 但卻要擁有超越時代變遷的一個應變的能力 那接下來我們會舉幾個例子 讓大家做一個分享 在意義上呢 我們需要找出品牌在哪個方面是最有競爭力的 將其濃縮成一句非你莫屬的字眼或是一句話 並體現在識別設計上 那接下來我們從幾個範例來做一個探討 亞馬遜呢 它定位自己是全球最大的一個線上零售商 那我們看到它在品牌識別的體現上 它利用一個微笑的箭頭的符號 將A連結到Z 那它所強化的訴求非常簡單 它的視覺概念就是從A到Z我什麼都賣 那完全體現了它的品牌定位 整體的調性 那再來第二個範例是 微笑牛乳酪的一個品牌 它是一個法國知名的乳酪起司品牌 那它的主要中心的定位是 為消費者帶來微笑和美味 因此我們看到在它品牌識別的體現上呢 是一頭幽默帶著滑稽的耳環 那充滿調皮眼蛇的一頭紅牛 那也完全體現出它想帶給消費者的一個 微笑和快樂的一個訴求 那再來看到我們這邊幫米克夏 操作的一個品牌的範例 米克夏的主要的核心訴求是 為了你 我們養了一群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LOGO的體現上呢 我們利用了簡潔的線條 去勾勒出一頭現代簡潔的乳斑牛 跟它的整體的品牌調性 做一個最結合的詮釋 好 再來我們看到差異化的部分 那刷樂呢 它是一個已經在台灣生耕30年的品牌 但我們問到消費者 消費者對於刷樂的品牌記憶度是 欸 我好像有用過這個牌子 我好像有聽過這個牌子喔 我好像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便宜低價的品牌 那從消費者的回饋來看 我們可以認知到消費者 對於刷樂的這個品牌記憶度是不高的 因此呢 刷樂要如何在眾多的解壓市場品牌脫穎而出 創造出差異化 就必須做一個重新的詮釋 那在這個解壓市場品牌中 我們高露捷呢 它強調的是一個搶效的功能 那在黑人牙膏它強調亮白 那以及蘇酸定呢 它是用一個抗敏牙醫 專業認證的切入點去呈現 因此呢 我們將刷樂打造出 定義為天天刷樂 自信快樂 那利用這種比較生活感性層面的一個訴求 去做一個差異化的切入點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邊品牌重整的一個識別上 那左邊呢 是刷樂原先的一個logo 那在我們改造過程中呢 我們將整個logo呢 畫繁為簡 將logo扁平化 那什麼是扁平化呢 這是近幾年一個設計流行的一個趨勢 扁平化呢 它是將一些多餘的陰影跟立體的層次 將它平面化 那整體可以看到改造後的一個形象 它變得更簡潔 現代 以及更俐落 那在整體的識別應用上 我們也利用logo本身的一些線條的一個造型呢 去構成刷樂專屬的英文字體 以及它的識別圖像 那利用這個藍色的專業性 和橘色的這種活潑的調性 去打造出一個更年輕的一個品牌化的過程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連貫性 這邊會舉了兩個例子做一個說明 那Airbnb呢 它是一個全球最大的一個租人的品牌 私人的租人品牌 那在它的 它有非常多的事業體 跟不同的一個運用的層面 因此呢 Airbnb將logo轉化成填充品牌精神的一個容器 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利用了不同的點線面的操作方式 去將 勾勒出logo的這個形態 那也可以利用不同的圖像去做一個承載 那在不同的場合呢 露出不一樣的一個視覺 那創造出一個整體的連貫性 那再來呢 看到的是美國購物中心的這個案例 那美國購物中心 它是全美最大的一個購物中心 它裡面有各種不同的一些商品的部門 然後不同的一個形象的訴求 那因此要如何將它統一呢 他們利用了這種一個斷代的一個形式 去勾勒出一個新芒的概念 那在整體的這個品牌延伸運用上呢 利用一個動態識別的呈現 那利用斷代呢 去打造出各種不同的圖像與輔助圖形 那作為一個整體品牌的詮釋 那在不同季節性的商品呢 或是一些規範中 也利用了不同的色系去做一個強化 那讓消費者呢 對這個品牌有一個統一的視覺和一個觀感 讓整體的品牌是更具有說服力的 好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耐久性 那瓦城呢 它是一個1990年創立的品牌 它也面臨了一個品牌老化 以及消費者年齡層越來越偏高的一個問題 所以要如何利用這個品牌的優化 打造出更有活力的一個形象 也是這次一個重要的課題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瓦城原先的logo呢 是利用有點像書法筆觸的一個方式去構成這個中文字 那利用這個黑線跟黑色的主色系跟線條去構成 但整體設計上呢 稍嫌老舊 因此呢 在轉化過程中 我們將logo的線條畫繁為簡 將字體呢修成圓潤有份量的一個感受性 那也將多餘的這種書法字體的一些筆觸邊角呢 都修飾掉 讓整體的logo呈現出更現代俐落的一個風格 那在整個空間的體現上 瓦城呢 打造了這邊love的主題牆的一個概念 呼應他的整個品牌的核心是真心美味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在我們走進這個mode這個門口呢 就可以看到如同一個 算是裝置藝術的瓦城的love主題牆 那也讓消費者增加了一些打卡的互動性 以及宣傳性 那整體在店面空間的呈現 那利用大量不同材質的紅色系去做一個搭配 那再搭配上它的原木的色系和白色的色調去做一個串連 展現出的是一個極簡大氣的紅色新時尚的一個氣勢感 好 再來我們看到是品牌跟包裝的一個關聯性 那其實產品包裝呢 它是品牌故事跟我們客戶行為的最佳的一個組合 包裝呢是唯一呢我們能完整觸摸得到 那能百分之百去體驗的一個品牌媒介 它其實比任何的品牌塑造呢都能帶來更高的一個投資報酬率 而是品牌要如何透過包裝來體現呢 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因素 我們的包裝呢不能一味跟隨著流行 而是要去思考包裝設計跟品牌產品的精髓是否一致 那是否能創造一個整體的形象感受 那是否能創造一個整體的形象感受 這邊我們看到幾個範例 那這是我們為台塑生衣 Dotors Formula 所設計的直檢的洗潤法的系列 它的標榜的主要訴求是 根於自然的極簡呵護 那它去除了不必要的成分 給消費者一個最精純的洗潤法體驗 因此包含在命名上呢 我們就利用簡單的簡跟一個加減的符號 去做一個連結貫穿 也融入品牌識別當中 在整體的色系上 會選用的就是比較低彩度 以及這種乳白色系的氛圍 去營造出質樸的調性 那也打造出一個木紋的瓶蓋 去深化它根於自然的成分的想像 那從整體的品牌的精髓 到包裝的體現 那呈現出就是一個簡單乾淨的 一個洗潤法的產品 那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昂翠 Per Original Life 它是台灣首家無毒的 中醫和西醫附方的一個 保健食品的品牌 那它標榜的是無毒的中藥材 以及透明的製程 創造出讓消費者 很有感的一個保健食品 那因此呢 在品牌的整體識別調性上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利用 中西雙效完美配比的 這個精髓概念 去轉化成百分比的意象 讓 LOGO 呈現一個 簡潔的識別設計 那也利用這樣子一個 虛核實的線條的原點呢 去強調出中醫和西醫 一個中西調和的概念 那在包裝的體現上呢 我們利用這樣子的一個 線條跟原點 去構成了我們的 英文的一個字母 去區隔出它的不同的類別品項 那可以再看到的是 這個整體的透明磨砂的瓶聲 它呼應的是一個透明的製程 跟一個無毒的綠色包裝 那昂翠呢 它是一個電商的品牌 因此呢 在電商品牌中呢 我們特別要注意到的是 消費者體驗的一個設計巧思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在包裝的設計上 我們做了一個 書形盒的一個開合的方式 讓消費者一打開呢 連結到一張 充滿感性話語的小卡 那創造一個開箱的儀式感 那這是電商品牌很重要的 需要注意的一個關鍵的一個因素 那再來看到的是 中西化學葉安寧的儲存品牌 它主要的slogan訴求是 從此絕跡 葉葉安寧 那這個品牌呢 以堅持安全友善的環境 那多樣化的產品 那它承諾要成為 消費者一生的守護者 那我們可以看到 原先的這個品牌的 包裝的調性 那品牌的識別非常的不清晰 那包裝也沒有統一性 因此呢 在整體的品牌重整過程中 我們利用這個設計打勾的符號 以及盾牌的意象 去增添這個產品的效能性 以及提升這種專業性 還有守護者的這個概念 那也利用這個強烈的飽和色系 和銀色的搭配 讓消費者在貨架上 可以一眼辨識出來 也利用這個斗大的 這個簡短的訴求的功效 讓消費者能快速聚焦 產品的使用效能 再來我們最後看到的是 品牌和空間的體現 我們需要利用空間呢 去體現品牌的氛圍基調 那最重要的一些因素是 我們需要把視覺、嗅覺、觸覺和溫度 都必須考量進去 那進而能打造出一個 獨一無二的消費者體驗的環境 那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個範例是米克夏 那剛剛有提到 米克夏它的品牌宗旨是 為了你我們養了一群牛 它有自營的一個綠光牧場 那生產出高品質的鮮乳 讓消費者品嘗這種天然純粹的美好風味 那在這邊剛有提到過 我們以牧場直送的概念 用簡鏈的線條勾露出這個乳牛的造型 那再來在空間的體現上呢 將這個牧場 運用牧草的特色 在店面中把它發揮到極致 那成為米克夏在消費者記憶中的 一個最深刻的印象 那這邊可以特別提到 就是在這種手搖引電的 在這種不同的電型上呢 我們需要打造出一個 統一的視覺風格 那如米克夏的這個範例中 利用牧草呢 它去可以運用到不同的店面 不管是海內海外 用模組化的運用方式 適用於各種電型 在這裏面中的銀行 我們網站在哪裏面中 然後摸到 Wilhelm 來自燃進去 會依然地更多你 甚至於於兩者 而是一位 會依然地更多你 讓他爭取一點點 那麼就要求 或是地面以後 或者是地面 讓他爭取一點點 哪一根 證明 讓他爭取一點點 作为一个设计的体现 利用这样子黄金比例的一个切割形式 去强化品牌的视觉 那在整体的调性上呢 以深色调和金属的质感去做一个点缀 打造出一个意识精致大气的风格 那整体呢利用了视觉 以及将咖啡的这种香气的嗅觉 和店内一些光线营造的打造的温度 将整体的这个空间呢发挥到一个极致的感受 好 那以上讲了这么多的案例 相信大家对于品牌应该有一些 更深刻的了解跟认知 那其实成功的品牌 它就算呢我们把公司的商标盖住 你还是可以透过它独一无二的一个外观 氛围 调性和感受 去看出这是哪一家公司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非常成功的品牌 那以上呢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这是以下的分享 谢谢 品牌台湾 绽放全球